花林县政府为了防制入侵植物危害生态 补助公所办理绿癌、小花、慢泽兰 民众收购以及雇工清除的作业 今年收购计划152公吨 雇工清除67公顷的面积 花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 除了和七个乡镇公所合作办理收购之外 中央补助每公斤5元的收购价 县府更额外加码每公斤3块钱 一共1公斤8块钱 并且在每个大小活动都可以看得到 县府农业处加强宣导 这一次是来到了花林南区复理乡的吉拉米袋部落 鼓励民众积极地参与防制作业 花林县政府为了防制入侵植物危害生态 补助公所办理绿癌、小花、慢泽兰 民众收购以及雇工清除作业 今年收购计划152公吨 故宫清除67公斤面积 县府农业处表示 除以七个乡镇公所合作办理收购外 中央补助每公斤5元收购 县府更额外加码每公斤3元 每公斤共8元 那要怎么去联系呢 请所有的民众 那大家请跟这个公所的承办人员来联络 那联络以后他会跟你通知 就是一个礼拜大概有一天到两天的时间 你拿到公所或是到这个垃圾场过磅 来秤重以后 他会把你列车 列车之后他会送到我们县政府来 在播放给他 每个大小活动都可以看得到 县政府农业处加强宣导 这次来到花莲南区福里乡 吉拉米带部落 鼓励民众积极参与跟防治 一直以来我们都对于这个外清的这个职务 非常的头痛 那尤其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做 这个小花曼泽兰的一个 这个收购的一个跟防治的一个宣导 那今天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们是结合这个封年祭 那因为封年祭 他们都是这个土人 然后这个原住民族人 那在这山上 尤其是这个小花曼泽兰 更容易在这山上发现跟产生 那但是他在清除的部分 可能就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封年祭里面 对这些祈祷也好 或是在原住民的朋友们来做这个宣导 希望他们共同来帮忙 来防治这个小花曼泽兰 农业处表示明年农业处 沿拟全面盘查花莲县 境内小花热点 做统整持续性追踪性的清除 以有效防止入侵植物蔓延 记者高松松不理想采访报道